好 张先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今天过来是 楼上有个电脑 密码解不开了 让我过来看看 对啊 你是密码研究所的专家 这么巧 不如一起吃个饭吧 不好意思 我已经吃过了 那好吧 要不然这样吧 我请你喝咖啡 正好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 好啊 荣幸之志 走啊 要坐你车还是我车 没关系 坐我车吧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没事 喂 怎么了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有事呢 我要见你 现在 马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在外面有事 我等一下回给你 我有急事 我真的有急事 我要见你 现在 你在哪儿 快告诉我 什么急事啊 你能不能不犯少爷的脾气 行了 我先挂了 喂 喂 你 喂 不管 是上次那个失宿的朋友吧 上次的事情还没有跟你说对不起呢 你千万别介意 她这个人居住爱开玩笑 没关系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她应该喜欢你 没有 你 你千万别误会 其实不难看出来 她对你很在意 像沈小姐这么漂亮大方的女孩子 很多人追 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你是在说我吗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你远远的比我说的 要好得多 张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今天找您过来呢 是有一个密码的问题想要请教您 好